大家好,我是欧式时尚商城的小羊 下面有我为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原版皮的香奈儿包包和普通A货香奈儿包包的区别 首先大家看到的这个是普通的香奈儿包包 而这个是我们的原版皮的香奈儿包包 所谓的原版皮呢,就是采用原装正品材料进行纯手工制作而成的 所有的材料均是进口 下面我们来比较一下 从皮质上面看 普通A货呈现出来的是比较亮黑色的 而原版皮的包包呢,因为采用的是纯羊皮材料 所以颜色比较内敛,偏黑灰色 包生的皮质柔软度来说呢 真皮的柔软度会比较好一点 而普通A货的皮质柔软度就比较硬一点 没有那么容易按下去 大家可以看一下 再来呢,鉴别包包的好坏 除了从皮质上面看 还可以从它的五金配饰上面做比较 原版的这款呢 包括的弹簧会比较好 也比较有分量 金属表面不容易刮花 然后很容易就可以打开 很容易就可以打开 而普通的A货这一款 金属的这个弹簧就没有那么好 然后表面的话是属于比较容易刮花的材质 打开包包呢 我们可以看到 原版的里面 也都是采用纯羊皮的 然后都很光滑 不会有折痕 而普通A货这一款 打开的话 就有比较多的折痕 然后皮质感觉起来质量没有那么好 再来是夹层 原版的里面 是采用高级的绒布制作而成的 然后有两层 摸起来的话 手感会比较好 然后它每个原版的包包里面 都会附一张香奈儿的身份卡 再来是这个链条 链条因为是刚柱而成的 然后分量就会比较重 而普通的这款 里面夹层是采用普通的皮 加工而成的 然后就会显得比较粗糙 折痕也比较多 摸起来的话 手感没有那么好 它也是有两层 A货的这个链条呢 分量就没有那么重 会比较轻盈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然后原版皮的这款呢 其实跟正品没有什么区别 很多装柜也都是直接拿这款当正品卖 然后如果各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我们客服进行咨询 客服的QQ是316992079 原版皮的这款 还有普通版的这两款都有出售 那以上就是为您所做的介绍 谢谢 谢谢